昨天我在推上,因为昨天喝两杯酒之后,就是有点管不住自己 回复了一条,我其实很看重的一位网友,叫强国反贼的 他的一条推文,然后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年轻人,几乎所有地方都强欲这些人 这些人指的是六四一代的人 那但只有一个地方怎么也不如他们 代价付出的不足 这个真没办法 他们当年赶上付出代价的时代了 你们崛起是必然的 可是还需要一些时间与精力的沉淀 以及整体架构诉求组织的完善 路还很长,加油吧 其实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做这个节目 而且我知道第一,这个节目播放量不会好 第二,有很多人可能不认同我说的话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些这种可能不太中听的话 因为本身我开这个频道 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喜欢我的 你觉得我长得像,我长得像人民币吗 不不不,我长得像美元吗 我肯定也不像吧 也不像日元,也不像欧元,对吧 那只能够说呢,说我想说的 为什么我昨天回复这条消息呢 是因为最近有一个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六四的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 他涉嫌性骚扰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用涉嫌呢 是因为好像要走法律的一个程序 如果我不能够在法庭判决之前去讨论他是不是一定干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我们如果说还有一些共识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起码在这个方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法律 在没有法律判决之前 即使我们多能够自由新政 它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需要,需要最后有一个我们能够基本上认可的法院 比如说台湾的这边的,或者是美国那边的 那他能够认可到底是他干了还是没干 至少这个时间段我不能这么说 而且我也不打算就这件事情本身发表任何的评论 甚至于我也不想发表关于魏京生他当时称王丹时候说的那个话 因为这个实际上而言对我个人来讲 我其实完全不关注 我是不关注这件事情的 只是知道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走向有一点点小奇怪 为什么呢 就变成了白纸一代跟六四一代之间的主导权之争 就是说他们在争论 说到底是你们这些六四这帮人是不是已经说老朽了 也没干成什么事 然后呢 说那你们还站着这个位子 说白了吧 按那个江湖 就是说这俗语讲嘛 站着毛坑不拉屎 掌握着这么多的资源 然后呢 没干什么事 天天跟要饭似的 然后弄点钱 然后干点 干点这个 大家都大家都天天在那儿呼吁 没没没的如何如何 呃 这个事情我是比较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白纸运动 虽然我在海外呢 也多少是参与了一点 这个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们呢 应该都也知道 就是也是去了这个大使馆的门口 也不 领事馆的门口也抗议了 该做这个白纸 就设计这个白纸 也参与设计啊 参与设计 参与设计这个白纸 这个胸针也设计了 然后也是分发了一些 当然做的比较少 因为不想花那么多钱 这个是这个穷人吗 没办法 呃 当然了 这个事情呢 并不觉得说自己对此有什么功劳 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 我第一不敢说自己是完全的六四一代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小 大概不到17岁的时候 在广场 那也不敢说自己是白纸一代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今年51岁了 你让我自己再说自己是一个是白纸一代的一员 我觉得说真的 以我这么厚的脸皮 也感 经常性的吹牛逼 也不敢说这句话 所以呢 就是算是一个处于两个运动之间夹缝中的那么一代人吧 啊 因我自我定位是如此 那但是呢 就所以不太愿意去参与这个争论 昨天喝多了 就随便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强国反贼这位小兄弟呢 就是 他是意思说我们这代人呢 我们在国外生活 对吧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也不用翻墙 然后现在在一个大公司在工作也工作得很好 我们有什么可 我们有什么可那个什么的 我们比他们强啊 呃 是这样的 我其实想跟各位说交流的是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你们到今天为止确实比他们强 无论是从知识结构啊 还是从这个呃知识更新的程度呢 确实是强好多 但必须要承认的事情 在六四一代的这些人当中 呃 其实大多数的人到今天 我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啊 大多数的人到今天他们整体的这个知识的架构 呃他们整体的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态 还怎么说呢 还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这是我必须首先承认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 就我这要说但是了啊 我为什么要说 说他们是那个你们跟他们的差距 并不是这些方面的差距 对吧 那你们的差距呢 主要是在于代价付出的确实不足 比如说你在我们这么看一件事情啊 六四一代的人 他们这些人当年在广场上待了多久 对吧 就是我们举一 我们我们弄一个例子而言啊 就是呢 他们就相当于开了一演唱会 它是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比如在那个工体也罢 红砍体育场也罢 开了一大型演唱会 那是一个很具有很长时长的 那白纸运动基本上呢 到今天为止 虽然是遍地星火 当时在各个城市都有 但是呢 你更像一个快闪的行动 它没有形成像当年那样的 整体性的爆发性的这种 这个你在每个城市那样的爆发度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持续时间也不行 那就是说 它持续时间真的像一场演唱会 跟一个快闪行动之间的那个差距 这个确实是 那你往下 你可以把打出这个白纸运动的 这个白纸一带的这些这个名头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当时你这个运动 你没有没有坚持那么长的时间 在国内很快就被打压下去了嘛 对吧 而且呢 这个这个打压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事情 再往后后续的没有什么人真正去敢 再接着往前走了 海外还是有一些人继续的把这个东西 这个白纸行动的白纸运动的这个 要发扬它 然后呢 要给它固化下来 这个概念固化下来 但是在国内呢 已经没有什么生息了 这个是我们要能理解这件事情 这两者之间的分量还是有所差异的 这个必须要承认的事情 那这是其中一点 这是差异 第二个呢 它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六四那一代人呢 他们呢 面对的是枪炮 对吧 你白纸这一代人 你们还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而且呢 你们付出的就是说 在国内的那些那些白纸运动的朋友们 他们 他们还是去去蹲了监狱了嘛 对吧 至少在看守所待过 然后现在还有几个人没出来 那到底是判没判刑 或者怎么样 你跟六四这一代人 他所遭受的 比如说像他们这些人判刑了 然后呢 在抛家舍业的流亡海外 这些 那整体付出的代价呢 还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你们是什么呀 其实我其实觉得啊 就白纸一代的人呢 就是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白纸一代的这个 这这些小朋友们吧 我应该我应该五十多岁应该可以可以这么说一句话了 那这些小朋友们呢 你们是处于相当于什么呢 你们相当于相当于牛顿之后 就是说那些人他相当于他只开辟了一片东西 你们现在的你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这些人的去努力 那你不一定今天就能够在国外在生活着 对不对 这个因为六四的时候虽然是说这个运动是失败了的 可是呢 也终究给了中共当局很大的震动 那他们呢 更往王后更注重经济的发展呢 然后呢 多少是兼顾了一点社会公平 让这个财富往下流通了一些 那再包括后来加入WTO或者怎么样 那未必就不是六四这一代人呢 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之一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果 那到了走到了今天 甚至于包括像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 那就是说我是两个方面夹缝中 两个时代夹缝中间的这么一代人嘛 我们也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那我们渐渐的通过这个经济上的改革 能够积攒了一定的财富 今天呢 能够在这跟大家在聊天 也是在国外 这个是一个你绕不过去的东西 那还有一是什么呢 是很简单 就是就我刚才说嘛 你就像他们可能是牛顿 他发现的这个 他发现这个牛顿三定律 对吧 你可能你后来你上 现在我不知道是在中学课本 还是在小学课本里了 是吧 那你觉得这东西真没什么 可是真的在那个时候 那是不一样的 你们现在觉得你现在任何拿出一个高中生来 你甚至于初中生 你可以把牛顿 牛顿那点 你到了牛顿那时代 你吊打他 对 这毫不疑问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呢 从一片蛮荒当中破荒的人呢 你不要这么看他们 对吧 他们可能是没有现在的这些 这些你们现在所具备的这种知识体系呀 这种结构啊 这种现代的思维呀 这你们比他们强好多的 对吧 那但是呢 你们呢 还是应该有一方面你要对前者 破荒者 保持一个基本的尊重 咱不谈这个就是说 咱先不说他的性骚扰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你要不要对他保持一个基本的尊重 当然如果这件事情落实了 就我自己我都得骂他 我做节目我骂他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先这说 如果这件事情 台湾或者哪个法院 判你王丹 说你就是这个性骚扰 我做节目骂他 对吧 我不怕这个 反正我也不认识他 对吧 这个王丹呀 魏京生啊 然后这个柴玲啊 吴尔开西 我没有一个认识他的 我谁都不认识 我就我就见那一代人 我认识只有戴琴 我只有周舵 只有刘晓波 还有只有侯德剑 我认识他们这帮人 我不认识这帮人 这也没毛病 但是在那 但是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们老朽了 你们要去替代他们 真的你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以及那些代价 其实很简单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们现在能够付出的多少 能够付出这些代价吗 你们说我们也可以 付出这代价 你们付得了吗 你们现在很多人 我那天去到 我那天去到 叫大阪 中国驻大阪领事馆 你知道那边有多少朋友 多少一起去抗议的朋友 要戴着口罩去的吗 组织者之一也是戴着口罩去的 直接就说我家里还有家人在国内 我没有办法露脸 我只能够是这样的 真正露脸的 我这样的可以 你那个大概露脸的在那边的不超过五分之一 就是说你这些代价 你们还不会不愿意付出的 你们你今天 今天你比如说除了几有限的几个人之外 比如说黄亦诚老弟 像这 你们这些人 你们是因为决绝的必须得出去了 然后在那边你露脸了 大量的你们白纸运动这一代人 你们都没有敢去露脸 你脸都不敢露啊 对吧 甚至于包括像 像我一直很喜欢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 这个账号 他被人开核了 他也是非常非常糟心的事情 他付出的那个代价 可是他即使是付出那样代价 跟白纸 跟六四这帮人 他们所付出的家破人亡代价 还是差很远的 那有人就会说了说 那个也不是他们付出 他们付出的代价呀 那那些真正死了的人呢 那些无名的这些英雄们呢 他们去抗争了 他们去怎么样 但是历史上甚至于 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其实我也很少知道 你想天安门母亲这个事情 他们那些那些孩子们 死去的孩子们 就是跟我比我稍微大一点的 或者甚至于 跟我差不多同龄的这些人 那我知道他们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你要这么想 真的你要这么想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他总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的际遇呀 他或者是成名啊 或者怎么说呢 按照那个咱哈总的话讲啊 这个要有一个历史的进程 对吧 我是上海当书记 我怎么就到了这个中南海 当这个国家主席了呢 就有他自己的际遇 他们就成这个名了 而且呢 这个成名的过程呢 是不是 是不是他们说 一定说我去 那么苦之八去追求 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代呢 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那你 你不能够说 因为时代给了这个机会 那些人没有给 没 时代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他们的名字 有可能最后只能够说 在一些这个 即使是 即使是将来共产党 共产党倒了 那即使是说他们可以被公开纪念了 也只是碑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就像 就像怎么说呢 华盛顿那个那个纪念 那个朝韩战的那个纪念碑啊 还是什么 就是写的那是韩战嘛 就是那个自由不是免费的那那句话 那个 那个 那什么 那个他上的也只是一个一个名字 那真正出名的有几个 对吧 不能因为他们出了这个名 你认为就是说 他窃取了别人的这个 别人的这种付出 然后呢 他们 他们自己这种成这种名 这个是不公平的 这个确实是不公平的 是时代在那个位置 他在那个时代的位置上 然后呢 机缘巧合 他自己成了这个名声 那就只能是如此 当然他有自己各自己 还有自己一些努力嘛 毕竟当时学学生在广场有那么多人 那有人能够说成为这个领袖 他必然有他自己的这一方面的能力 这个你 你这你不能够否认的 你不能够拿现在 你觉得他婚会老朽 然后呢 知识不更新 站着位置来否认当时他们本身的那种朝气 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位置 这个是不合适的 这是一个 那像这样的这种呢 我为什么说像 像白纸运动 你们现在这些这些小朋友们呢 你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历练呢 就是一个呢 我就像我说的 那代价你们其实是没有付出的 那有人说 那你为什么我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个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将来是要 你要拿出来去跟人说的 这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办法的 你不可能说你不付出任何的代价 你就可以能够接班了 你咱这么举一例子吧 您就是说这个富二代对吧 那我见过我原来我在国内也认识几个富二代 他老爹 老爹 老爹那个苦之八业一辈子挣一份家业 也不会说直接让孩子去那个接班去 就是如果他脑子是够屎的话啊 我认识一个我认识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把孩子确实是送到国外读书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干好了呀 然后回来那孩子都没进他公司 到北京自己打工 住租的半地下 这是那种情况 然后打工打了一年多 然后再回到公司 谁也不知道他是老总的孩子 从底层做起 最后这公司交给了他 那这个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那你说他们这些人 你甭管他是出于私心 还是出于公益的话 那你们不把这个资历 把自己的这些能力给去培养出来 对吧 那你能接这个班吗 你别觉得说你现在 你现在我这个 你不付出这种努力和代价 你能接这个班吗 你接不了 你真的接不了 你可能觉得说 大家都是说自由民主啊 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你们知识又不够 但是你要知道啊 别人看一个人 是要看他的经历的 你去那个应聘 人家也得看你的教育经历啊 对吧 你去申请入籍 人家也要看那些经历 经历你的资历本身 就是你的这个今天的地位的组成的一部分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在任何一个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 不是说你横空出世 你马上就可以 你甚至于像你看像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这个这么牛逼 对吧 他很快就做成一个大号 那个也是一个一步一步这么走上来的 每天的看着那些投稿 然后要取舍 然后要发出来 然后承受这些东西 那个依然是经历 那这个哪有什么就是你不积累经历 你就可以去接班了呢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替代他 你替代不了他 所以你们还需要一段时间 然后呢 增加自己这方面的这个这种经历 以及你们自己本身的阅历 才有可能去跟他们去去去去替代掉他 我不说接班 你们可以去替代替代掉他们 然后呢 让中国的这个将未来的这个命运 可能更光明一些 可能这个这个整 或者至少让海外的这个民主的运动 可以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是需要实践的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能够说在这块呢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 他结识了各国政要啊 或者怎么样 人家认可这件事情 你们现在呢 你们现在一 不太敢露脸 对吧 大概有90%多以上的人 我可能是说 你们你们都不敢去露啊 你们你们把脸露出来 你们说自己是谁 你们现在敢吗 你们不敢呢 你不大量的人都不敢 有些人敢 他也是没办法了 对吧 你王 那叫王什么鱼啊 什么那那那小伙子 还有那个黄一成 你们你们是没有 没有那个任何退路了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赶 OK 那你们 其他人有多少人去赶他 真的没有特别多 那我说10% 可能都已经是很乐观了 所以那你们要把这些东西 你要想你要想做这个事情 你要想怎么样 没有人会信任一个蒙面人呢 对吧 你你你去你你你 你即使去接受这个 包括像这些人的采访 你包括世界各国政要 你去跟打交道 你都戴口罩吗 你们真的真的希望自己 天天戴着口罩 去跟他们去接触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所以你看 他就是这些这些老一辈的 六四这一帮人 他就是打算把所有的资源 给你们 那向你们完全的开放 带着 就是说给你们去介绍 或者是如何如何 你们不能戴着口罩去啊 是吧 那这个你们能做到吗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他们经过这30 这三十多年的这种历练 他们形成了自己 哪怕你认为是臣服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他形成了自己的 首先第一个组织化 你们现在有组织化吗 没有 你现在今天跟我说 白纸白纸一旦 OK 你们有任何形态的 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吗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极端强大 他有九千万的党员 对吧 他有着世界上 至少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世界第二的战争机器 他有着极强的动员力 和真的不算弱的国力 那你没有任何的组织化的这种进程 你怎么去对抗他 这可能吗 你不能够说 我现在新的时代 我可以兴火燎原 让大家都起来 起来之后 那拉出走之后 你都看着王子和公主 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婚后 这些东西它需要一个 你至少一个提前准备 然后你要组织化 你要去建构一个可以至少有一定的团结力 向心力的组织化的东西进行去对抗 对吧 有吗 你们白纸一带还像还做不到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还没有涌现出一个人来 说我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弄起来 至少六四这帮人 他经过这么多年 他是有一定的形成了几个 甭管是几个中心 还是几个基本点了 就不管他了 他形成了这种一种态势 所以你要是想取代他们 你首先露脸 第二个你进行组织化 这是一个 第三个 你架构自己的整体的话语体系 六四是一个长期的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当时的一个反抗的运动 学生的运动 市民的运动 然后经过几十年之后 整体架构出来的一套整体的话语体系 以及他的所的 他的这种诉求 以及这些玩意 它是一个完备的 或者是基本完备的东西 你虽然可能说它没做成什么事 但是它这个东西是完整的 你们现在做的有这种完整吗 你们能不能 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去写出 像现在他们这些人能够写出的文章 你可能你觉得说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可能比他们 我比他写的还好 我喜欢你 你要多写 你要多写 你要是去跟这些 比如说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之音 或者其他什么DW这种地方 你就跟他们联系 你说你看我这也收了一些东西了 你看能不能发表 或者是如何如何 你去给他们投稿 或许是怎么样 你争取这样的大众传媒的这种支持 对吧 他们也是写了很多年 建构了自己这些东西很多年 才能够有今天 你现在你红口白鸭 说我这我比你们强 我如何如何 我即使说我也可以做个油管频道 我多少粉丝 然后多少订阅 这都不是 你要想得到这些传统媒体 或者是说这些政府 或者是那种关心中国 希望中国改变的这些高层的国外的这些人士 就是境外势力 他们认可 你需要去真正意义上的去写作 去建构这套体系 不是这样随便说说就可以的 我可以随便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在乎 对吧 我的主业也不是这个 甚至于我挣钱的主业也都不是这个 所以我可以随便说 我这是业余爱好 没毛病 可是如果你想接班六四这一代人 或者说替换他们 你们就比我要专业一些了 你不能是完全业余的干这事 你知道吧 我说了反贼最好让我一个专业 然后业余当反贼 这是对我的这种人的要求 如果你 我就没想去接任何人的班 那我也没想替代他们 如果你说你想替代 那你要付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所以那你付出了吗 你们现在而言 可能未来你们会付出 但是你们现在没有付出 所以你们还没有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现在还没有资格 去完整的去替代他们 这个东西认可度 是你们自己有一个认可度 这个没毛病 对吧 那帮人认可度你不在乎 你也没毛病 但是外界是不是能够 就包括像美国政府 或者是像欧洲的一些政府 他们的认可度 是要你们是需要他们的助力的 你们是需要他们去帮助你们做很多事情的 帮你们去帮你们去干很多事 那你们他能不能认可你们 你们这条路刚刚开始走 对吧 你们刚刚开始走 因为我离白纸运动没过多久 因为我离白纸运动没过多久 这条路刚开始走的时候 你现在就说你们这帮人老朽 我对你们不满意 你们掌握这些资源 如何如何 你没有什么用 话有点早 话有点早 真的 我只能说你们还确实年轻 就像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这德行 就像在一公司似的 进了公司就觉得说 这老板是个傻逼 这部门经理更傻逼 对吧 那后来才会发现 这个你到那个位置上 或者怎么样 你付出了一些东西之后 那个他们不一定是真傻逼 真的 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们说想看公司的升迁 以及说整体的更新 不妨看看记忆的老总维士奇 好像他是写那本书 他自己的自传 你就可以看到像那样的公司 他内部是怎么一个更新轮替的 这个说不定会有一点小启发 当然这个就是瞎扯一句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所以我今天不是想说教育 教育各位说如何如何 这是一个实 我只是把自己经历 这些年经历的 以及我想说的一些实话 一点小小的人生经验 人生经验 跟大家聊聊 我相信你白纸一代的这些人 甭管这个命名是不是合适 白纸一代的这些人 你们真的可能花个几年的时间 建构出了这些自己的东西 你们取代六四这一代的人 是一定的事情 这不是大概率是一定的事情 一代新人换旧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怎么说呢 年轻是好事 往前冲也是好事 稍微的攻击 这些人的攻击性小一点 没什么坏数 对吧 当然王丹的这件事情 如果他坐实的话 怎么攻击 或者像魏京生那种言论 你怎么攻击 我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绝对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那是他活该 但是在延展出去的这些话题上 是这种攻击是没有意义的 好 谢谢诸位 对了 你不喜欢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个频道真的不是为了讨人喜欢才干的 就不喜欢我说这个话 觉得我也是老麦昏庸的一部分 你就取关就是了 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 好 谢谢诸位